第三小題,全班學生有35人 男生佔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二 女生佔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三 所以班上的男生有多少人?女生有多少人? 那我們先來看男生佔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就是五份中的兩份 所以我們把35人數以五 所以五分之一是七人,35除以五分之七 那五分之二就是兩個五分之一 那就是七乘以二,有14個人,14個人 那女生佔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三 那五分之一是七個人 所以五分之三就是七乘以三,有21個人 所以班上的男生就是14個人 女生有21個人 女生有21個人 所以我會看到你們這次是三個月 三個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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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個月